普丁在这次的胜利日大游行的演说当中 一再强调这是西方盟国 特别是北约 不断地向东边扩展他的势力 禁逼恶国 恶国不得已而然 必须先发制人 但如今的战局发展 似乎完全出乎普丁的预料 特别是所谓北约盟军的扩充 以及他整个的形势的发展 这个星期最大的一个情势变化 就是芬兰跟瑞典 这两个北欧国家过去七十多年来 一直保持中立跟不结盟政策 北约盟国不断想让他们加入 但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他们同意 但就在如今 情势极短之下 这两个国家即将在下个星期 正式宣布要加入北约 如果一切顺利 也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 十月之后 他们就会成为北约的最新的两个 三十一跟三十二的新盟国 这也意味着俄罗斯的防守阵线 将一下子加长一千四百公里 就是芬兰跟俄罗斯的整个的国境线 当然也意味着 这两个国家可能今后在军事上 会更加的强化 其这两个国家跟俄罗斯交战 早有历史经历 芬兰还曾经被俄罗斯统治 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他们对俄国人其实是了然于心 这次芬兰总统即被问到 为什么他们的态度 会如此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他说 只要普丁自己去照照镜子就知道 就是因为你 当镇尔玉龙炮弹声响彻芬兰宁撒洛演练场 为期两周的箭头二十二实弹军演 集结三千多名士兵 五月二号开始震撼登场 此次演练出地主国芬兰 精锐进出外 包括美英 拉托维亚与爱沙尼亚等 多支北约成员国部队也来了 如此高调协防芬兰 就因军演所在地的这片森林 另一头就是俄罗斯 此次CNN记者 再往芬兰与俄罗斯边境前进一步 经见区隔两国国土 唯有眼前分别代表芬兰的蓝白 与代表俄罗斯红绿相间的这两根石柱 除这片寂静森林作为自然屏障外 芬兰间可说是没任何阻碍 如此开放的边境还超过1340公里 且距离俄罗斯第二大城 圣彼得堡只有170多公里 如果再前往另一座边境小城 伊玛特拉更能感受到一股 不寻常的氛围 异常诡异 身为欧盟成员国 芬兰跟进西方制裁停止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 边境检查站也几乎停摆 然而冷战以来 长达约75年为不触怒俄罗斯彻底执行中立政策 如今不再目不吭声 就在与北约都国联合军演接近毁身之际 12日芬兰总统林尼斯托又抛出震撼弹 布甩普丁曾警告 芬兰得为选择加入北约付出 巨额代价 尼尼斯托与总理马林 12号联合发表声明 表明立即加入北约是芬兰当前的紧急事项 随后马林出访日本 接受NHK专访时 甚至明确说出申请入会的时间表 马林虽说加入北约不是为对付谁 是情势所逼 但听在俄罗斯耳里 就是刺耳会采取军事科技行动 切断天然气 极有可能是选项之一 开战前赞成加入北约的芬兰民众 约有三成 如今已超过七成 态度踏转变 就因与二为零的芬兰人 向来危机意识很强 境内更有多处地下避难所 打开两层厚重的防暴门后 弯曲的隧道尽头有着超级宽敞的空间 里头备有床与洗手间 即使身处55英尺的地底下 通风非常良好 为备战做足准备 平时为娱乐中心提供民众使用 一旦战阵爆发 每座避难所可容纳近四千人 光是赫尔辛基 类似这样的地下堡垒 多达五千座 全国更有五万座避难所 除防御能力外 芬兰的军事实力也不容小觑 善于极力作战 后备军人更多达九十万人 强大攻击能力一旦北约东扩 势必成为最有力的盟友 然而为何会选在12号宣布申请加入北约 或许和英国首相强生 在5月11日先后轻赴芬兰与瑞典 大有关系 就是强生这句话 承诺一旦芬兰与瑞典 任何一国受到威胁时将提供援助 成了最强力的助攻 于是在芬兰之后 向来谨言盛行的瑞典总理安德森 态度也转向积极 4月时当芬兰表态要加入北约时 安德森还说会谨慎分析 但5月5日他亲自出席华沙的 这场募款会议 也意味着瑞典永久中立国的立场 已经动摇 打破80多年惯例 安德森承诺要拨款230亿美元 同时军援反战车 头盔与防护设备等给乌克兰 如今芬兰确定在15号进行国会表决后 瑞典也表明16号议会进行讨论 最快下周正式递出申请 北约也同意将加速审理 两国渴望在10月1日前 正式成为北约会员国 执疑要开战的俄罗斯总统普丁 让原先誓死维持中立的北欧 更想加入北约 适得其反